大家好 今天是8月17星期三 股市经过昨天的反复回调之后 今天有一点点的基础上的反弹 可是由于买盘真的不足够 等于说整个股市还是在 2万点左右水平进行一个反复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段行政指数先高开165点到19995点 曾经一度稍微反复而低见1988点 可是没有再进一步下行 因为买盘开始一点一点的出现 结果整个股市就在稳步当中 一直反弹到2万069点才停步 在这一分钟相对昨天收拾来说 股市是回升了239点 可是就算是这样子 指数还是不能够在进一步往上推 因为买盘真的是不足够 而大部分时间 恒生指数都是在 一万九千九百点左右水平进行一个整顾 那等于说 从走势方面来看 直到目前九一分钟为止 恒生指数还是 反复在徐天线左右水平 不过大家有留意 徐天线现在已经在2万011点 那等于说要是指数 一直没有办法稳步收在2万点以上的话 等于说已经是反复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当然由于指数暂时距离徐天线距离2万点 还是只要一百到几十点而已 问题是有可是并不是很大 可是有留意的就是 要是说少为有一点力弹的消息事情出现 我想股市还是会进一步下市近期的低位 所谓近期的低位 应该是这个时候的低位 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九点 好了直到目前为止 八月份的股市还是先高后低 这时候还是从五号的高位 两万零两八八十三点回调到 十号的低位一万九千四百九十六点 这个月的波幅暂时来说只有八百一十四点 可是由于一个月的高低位是不应该同时出现在四个交易厅之内 那等于说好一个阶段股市 基础上来看可能会往上攻破两万零两八八十三点 当然也有机会也有机会跌圈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九点 好了要是往上能够攻破两万零两八八十三点的话 等于说在那一分钟股市再往上看的应该是五十天线 大概在两万零九百点左右水平吧 要是说指数反复而跌圈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九点 那就没办法了 下一个防守的据点就是五月十号的一万九千一百七十八点 到现在为止到底指数是往上攻破这个高位 还是跌圈这个低位 暂时我们也很难说 因为一天指数还是反复在两万点左右水平的话 我觉得暂时来说也不应该会出现怎么样大幅度的下行 不过当然像昨天突然之间有一些孤雅出现 指数突然之间只跌到一万九千八 一万九千七跟一万九千六百点左右 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其实来说这个直到目前为止 就是明确的方向暂时还是看不到 不过有一点可以看到就是成交方面的确是不足 尤其是股市稍微回升的时候 基本上是成交很低迷的 反而就是股市往下调的时候 那么成交就比较多 这个显示固压还是蛮重的 所以还是维持我尽其的看法 尽量保留现金 好了下五分期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